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思淘宝 最近有很多朋友在微信火台留言 说自己这个工作墙都太大了 几乎是996还多 所以担心自己会猝死 所以想买份保险 问要能保猝死的这个保险应该怎么来买呢 的确 这些年咱们在媒体报道里面 经常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猝死的案例 现在这个猝死也越来越年轻化 像前段时间报出来的某证券公司的这个演员员 晚上在家猝死了 年仅36岁 年初的时候还曝光过这个华为的这个业务员猝死 也是30多岁 那根据统计呢 每年咱们国家的这种新元性猝死者高达55万人 而心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却不到1% 那可以说啊 现在的年轻人 尤其是在这个一二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 这个超强的工作节奏正在侵蚀着我们的健康 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 尽量不要通宵达旦的去干工作 即便是加班该睡觉的时候也得睡觉 那回到咱们朋友留言提到这个问题啊 他是担心如果说将来万一发生处始的情况的话 不想让家里的人生活遭受太大的影响 那他最适合购买的保险是什么呢 其实他最适合购买的就是带这个身雇责任的保险 那首先要推荐的就是这个受险了 受险本身就是对身雇进行赔付的保险 一般在等待期内 因为意外伤害或者是等待期后 因为其他的非意外伤害导致的身雇都是可以赔付的 那其次呢 可以去考虑买一些带身雇责任的重机险 再有就是这个医疗险了 虽然一般的医疗险不对促死进行这个身雇的赔付 但是在如果突发急性病抢救过程中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免赔额以外的部分也是可以报销的 那最后呢 大家也可以考虑这个带有这个身雇责任的意外险 不过大多数的意外险是不对促死进行赔付的 因为这个促死 它主要是因为自然疾病而突然死亡 并不是一些意外情况 那所以说大多数的意外险不会对促死进行深雇的赔付 但是也有一些极少数的保险公司为了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也推出了带这个猝死深雇责任的意外险